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这首演技就是说 头接你心甲死 你接头是都没有 我们做些人都知道 尤其是山顶人 山顶的做这个乌尼桑大家都知道 这个阿公都知道 如果开始说头上来接头上来接你那位 那么如果这样一后大长的时候 收心出来的这个鸡子 它就会生很多 生很多 故事类类 故事类类就是说我们头接你生得死 生得太多 生得离多了 但是呢 如果是用李阿长来接头上来 你接头是都没有 就没死 含一只鸡子就没有 是怎样来差别那些呢 其实我们不是在讨论 讨接你还是你接头 这句话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是在这句话的后面 我们的祖先流来 一个真心的做人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人会应用问题 人会应用人跟人中间的那种好处 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重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很好的所在 古代的阿嬷不是这样跟你说吗 说南南买卖一步贪 还比较烦的阿嬷就会说 鸡子路头卖三寸圆 所以说人 每个人都不能忘记会报 既来之则安之 重要的是说 重点 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一生 面对我们的社会的时候 我们会应用头接力 身或是 你接头是都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说有人是怎么做事业 做到那些人大 做到那些人的欢迎 边边做同样的行业 人家做得这么好 但是 往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做行业 做到桌上 是怎么会这样 所以说 这就是 你有应用这句话吗 在我的心目中 我要跟大家观众朋友来讨论 应该说起 有西洋的产品 没有西洋的工业 所以说你有去改变吗 你有去变变吗 变变什么呢 变变你的技术吗 这个更是重要 这也才是符合 我们说 头接你身或是 你接头是都没有的道理